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 在那么深处有一个神秘的地方 有一股泉水在紧紧流淌 有一位美丽姑娘在泉水旁 她就是传说里的楼兰姑娘 哦姑娘 楼兰姑娘 温柔善良 我梦中的信仰 现在我们是去拜城的路上 护养做你的印象 红柳做你的伴郎 嗨 大家好 我是你们胡子老弟 我和大神已经经过漫长的道路 终于来到了世界文化遗产 科兹尔石窟 那么科兹尔石窟又称为科兹尔千佛洞 那么科兹尔石窟是什么时候开凿呢 公元三世纪 那么一直延续到公元的八九世纪 其延续时间之久 那么在我国历史上也是最早的开凿过石窟的地方 最早开凿石窟的地方 那么其规模宏大不亚于什么 不亚于敦煌石窟 那么光发现的石窟 就是现在目前开放的石窟呢 都有达到上百个 当然有些已经分掉不让再进了 就是从崖壁后面过去的 已经不让再进了 然后呢 还保留着很多精美的壁画 这个科兹尔石窟在整个历史上 也是绝无仅有的 所以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里面 而且也是丝绸古道历史文化遗路里面也有 那么大家都知道世界上著名的一个法师是谁呢 就是鸠摩罗氏 那么鸠摩罗氏呢 就出生于这里 然后也在这里这个做奖金 那么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这个因为咱们的世界文化遗产 科兹尔千佛洞 因为里面呢 有关于国家的保护文物 然后不能拍照不能拍摄 有些地方呢也不能录像带走 那么当然有些游客呢 他不知道这些东西 他可能会就是把它去拍下来 比如说石窟里面的东西啊 然后壁画呀 然后佛像呀去拍下来 然后发朋友圈什么的 其实这个不应该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院子里面 可以拍到它的这个石窟的外景 然后还有一个盘坐在那里的金零摩罗氏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去拍个照合个影 都是很棒的 然后再往里面走呢 走过那个一个小湖 然后呢就到了什么千类泉 到了千类泉 在那里也很棒 这两边全是大枣树 整条路都是香的 在那里表现的一种 的美这个曲子 在那里面 都抢开了 你给摆开了 你因为我可以说